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六十集 建财祸宠 咸丰登基后 把老师杜兽田 当作父亲一样尊敬 杜兽田深知 道光朝官员音寻守旧 导致内忧外患交织 已经到了击重难返的地步 劝勉咸丰皇帝 广开沿路 选拔人才历经图治 咸丰对他言听计从 让弟弟公亲王一心辅佐朝政 等于变相剥夺了 元首席满大臣穆章阿的权柄 还着声敢于认识的 郑亲王的弟弟肃顺 为内阁学士 使得朝政出现了新气象 杜兽田还劝咸丰 采纳曾国藩的建议 广开沿路 于是才有让六部九卿科道 对朝廷用人和行政 据实直言的赵令 一时之间 朝中大小臣子纷纷上书 建言献策 先锋 开头时还详细阅读 在臣子的奏章上认真批示 但时间长了 又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 有的披上知道了 有的写上误拥义 告诉臣子用不着议论 还有的干脆撇在一边不看 由于先皇的总管太监 曹进喜被触落出宫 新任的太监总管 不敢向外透露半点 这些事情臣子们都不知道 仍然抱着一片 中军报国之心 接二连三上书密奏 五月 咸丰又照令各部 举荐人才 得到这个照令 六部官员的心里 却打起鼓来 谁都明白 举荐人才是 历经图治的首要 若能举荐出 安邦定国的杰出人才 对国家是好事 自己也会获得 知人善任的美名 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傻子也知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 原首席满大臣穆章阿 被公亲王取而代之 就是明正 新任内阁学士速顺 敢于认识不假 可他自己是满族宗士 却开口便说 咱们齐人都是混蛋 分明露出喜爱汉人的意思 又有谁知道 他们心里的人才 是什么标准 历代帝王 最忌惮朝中大臣结党 大清国的帝王 尤其忌惮汉官结党 想来想去 举荐不出人才 不是罪 还是保住自己的顶带要紧 曾国藩想的 却和别人不一样 回到府邸吃了晚饭 曾国藩便走进书房 点上蜡烛 准备写奏章 他一边研磨 一边梳理新军登记以来 自己的遭记 先帝驾崩后 自己给新皇的第一道奏章 明明违背先帝的遗命 皇上不但没有诚挚 还给自己加升一级 这让他深切感受到 皇上的非凡胸襟 皇上让公亲王辅佐朝政 还敢提拔 敢于任用汉人的速顺 担任内阁学士 更叫他对咸丰朝充满了希望 人才乃治国之本 该举荐什么样的人才呢 夜深人静 曾府上下已憨然入睡 曾国藩还在灯光下反复沉思 为国建才 首先得出于攻心 不能夹杂半点私心 否则就是结党赢私 这是万万不能的 其次 人才标准 本身就是一个深奥复杂的命题 历代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却留下许多佳话 萧和月下追寒信 成就了汉高祖刘邦的天下 那是乱世军事奇才 自己没有那样的能耐 也没有际遇 房玄陵举荐杜如慧 成就了贞观之志 那也是乱世奇才 跟今天不能相提并论 大清康熙朝 高士奇举荐张廷玉 却让曾国藩受到很大的启示 十年经关 曾国藩在汉林院数年 担任过四川乡市郑主考 还担任过会市同考官 武会市郑总裁 结实的人物也算不少了 于是他脑袋里仿佛装上一个筛子 将自己熟悉的人逐一筛选 满族官员用不着自己去举荐 传出去会影响自己的清誉 只能从汉官里面考虑 正要动笔 忽然想到自己刚上奏的映照陈炎书 里面指出 经关中存在着退缩和索屑两大毛病 外观中存在着敷衍和满憨两大毛病 务必将有这些毛病的人一一剔除 直到二更天公鸡窝窝提名 他才筛选出李唐街 吴亭栋 王庆云 严正基和江中原五人 这五人中 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同僚 更没有一人是自己的门生 就籍贯而言 仅有江中原是湖南人 江中原在老家组建团练 配合官兵剿灭乱党首领雷在号 已经由胡广总督太玉保奏 授予蓝鼎带赴浙江秀水县令 其上任后政绩斐然 浙江巡抚吴文荣上折引荐 而江中原因父亲去世 丁幽回籍没有进京 其在家守丧期间 雷在号于党李元发又在心宁暴乱 江中原嘱托同窗刘长佑等 率团练协助官兵剿灭李元发暴乱 李元发刚被剑颂京师斩首 一切表明江中原的确是难得的将才 完全值得举荐 思虑周详 曾国藩远比急疏 敬臣举荐人才是 臣曾国藩劈肝力胆上言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四弟国皇的声音 已经三更天 大哥还没睡 大清规矩 大臣必须在三更出门上朝 国皇按时起床 看到房里透出灯光 知道大哥又是彻夜不眠 曾国藩在给江中原的举荐词中写上 忠义耿耿 爱民如子 欣喜地说 不睡了 四弟 你让教夫准备教子 咸丰皇帝登基前 道光皇帝一直让他跟着老师读书 不让他参与国家事务 可以说他对朝政完全是陌生的 幸好老师杜寿田年高望重 担惊劫律出谋划策 六部官员唯恐遭到淘汰 一个个卖力办事 内外大事还算整整有条 先锋明白 如今自己君临天下 还得提拔亲信才行 便留心考察身边的大臣 他记得父皇多次说 曾国藩出身行为 懂得感恩 能大用 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父皇驾崩后 一命不用交配和服庙 朝中群臣尽若寒蝉 他觉得十分为难 曾国藩甘冒抗先帝遗址的风险 拒折上奏 让他心生好感 退朝后 先锋对杜寿田说 杜先生 朕觉得 这个曾国藩 果然对父皇忠心耿耿 皇上 老臣以为 曾国藩忠于先帝 即是忠于皇上 先帝一命 不用交配 不用服庙 老臣明知不妥 却唯恐落得大不敬的罪名 不敢说出来 深感愧疚 曾国藩敢言人所不敢言 这份替君父分忧的忠心胆气 老臣也是佩服的 杜寿田 杜寿田如实说出自己的看法 贤丰满意地点点头 询问说 杜先生 曾国藩真如父皇所言 能大用吗 皇上 君临天下 理当前纲独断 不必询问老臣 杜寿田 恪守为臣之道 不愿留下干预朝政的印象 让贤丰自己决定 贤丰对他轻轻一笑 杜先生 未免太谨慎了 您是朕的老师 何必顾忌呢 杜寿田忙躬身说 皇上隆恩 老臣感激 更当恪守臣道 老臣跟曾国藩 肃无交往 只知道 他是我朝理学家 唐靖海先生的弟子 道德文章 隐喻惊师 故先帝 悦赐着生 老臣刚才说过 曾国藩 替君父分忧的忠心胆气 老臣也是佩服的 能否大用 由皇上决断 先锋也觉得大事 应该由自己决断 兴奋地搓搓手 杜先生说的有理 朕该自己决断 朕想 父皇领寝是头等大事 曾国藩原来管的礼部 有关典章礼仪 离不开他 不如再让他兼公部左侍郎 监管父皇领寝 也算朕对他大用了 六月初四日 曾国藩上朝的时候 先锋亲自下狱 曾国藩学识纯正 忠心耿耿 着兼任公部左侍郎一职 监管先帝 领寝事宜 不得有误 臣 曾国藩 谢恩 曾国藩赶紧叩头 皇上让他监管公部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叩头之后 又说 臣启奏皇上 臣一向在礼部 公部营造之事 并非所长 唯恐辜负圣恩 示意惶恐 请皇上明察 先锋几分不悦 当即说 曾国藩 朕让你兼公部左侍郎 监管先帝领寝 要的是你一片忠心 又不是让你去当工匠 你有什么惶恐 要朕明察的 曾国藩没有抬头 看不到皇上的脸色 却敏锐地感受到 皇上的不悦 忙又叩头 臣鲁顿 臣谢恩领旨 愿肝脑涂地 报答皇上隆恩 看到跪在地上的曾国藩 战战兢兢的模样 咸丰感受到 君临天下的权威 心里格外惬意 挥挥手 起来吧 朕已经给公部旨意 你去了就会知道 重任在间 曾国藩只得赶往公部 跟公部官员见面 公部官员都知道 他是文章高手 在礼部干得风生水起 十分称职 也不知皇上是怎么想的 把他派到公部来挂贤 尽管大家满面笑容 一个个口称请曾大人指教 几个主事郎中竟然表现出 异乎寻常的热情 爆出一大堆文书图纸来 请曾大人审核 曾国藩十年经官 经历了破格提拔赴四川 当正主考的魔力 他已经对这些 免礼藏针的场面 游刃有余 他拱手团团作医 不卑不亢地说 诸位同僚 若是文章之类 本官出身汉林 自认敢说指教二字 本官蒙皇上差遣来到公部 实乃蒙外汉 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 请不要说指教之类的话 让本官汉颜难堪好吗 哎呀 曾大人过千了 大人道德文章 卑职一向仰慕得很呢 几个主事郎中 想不到他会这么一针见血 不禁自觉羞愧 曾国藩知道 镇住了几个出头鸟 微笑着说 本官七岁读书 读的都是四书五经 孔梦之道 后来拜读了 唐靖海先生的基辅水利 也研读过顾延武先生的 天下俊国力病书 可惜至今一知半解 蒙皇上委派公部 本官正好认真研读公部学术专注 一个管图书资料的郎中问他 哎呀 曾大人学贯古今 竟是人人钦佩 不知大人想要什么书 曾国藩不动声色地说 你领我去看看 我再挑选几本 郎中不敢怠慢 忙打开公部藏书房 曾国藩一一浏览 挑选出几部方鱼地学 山川贤祖之类的专注 让他们包好 放进轿子里 然后打道回府 轿子走出很远 几个主事郎中纷纷议论 哎呀 曾大人不愧是文章高手 厉害呀 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以曾大人挑选的书 就看得出 他的眼光高人一等啊 若假以时日 曾大人就会成为公部行家 谁也别想忽悠半点 有这样的人主管 真不知是福还是货啊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 雪庸 野融